大幕拉开 缓缓驶出的这架飞机 就是中国人自主研制的 新一代大型喷气式干线客机 C919了 这是目前为止 区别于世界同款其他飞机的 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造型 这也是在C919上单独研发的 一个中国人的独创 现在他在我们面前缓缓地驶过 陪同他走过整个总装厂房的 包括 我们看到现场有 很多的观众 好的 这是我们从机舱内 发挥的实时的画面 听说现在C919已经有计划 可能会做加长行李 也就是说未来 它的运输能力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使用特种设备 锁到摄像机为大家提供的 空中画面 在这个28000多平方米的厂房里 C919显得也是非常的巨大 那么其实除了运时的努力之外呢 我们还曾经做过 由于自主制产权并不在我们手中 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只是在 土东机场 只有不到一公里的位置 将来C919可以从这里 快速地带民航的体系当中 试航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 我们需要通过 对于中国航空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C919大飞机呢 作为中国16个重大科技专系 这款科技 它的设计定位呢 将和现在我们航线上 最常见的空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